民眾黨需要在立法院附近有一個國會辦公室 這已經是這多年來我們都知道我們有這個需要 但是我都沒有想到說這個動作常常會引起這種很多的誤解 還有這個負面的觀感 這是我個人私利不足的這種壞習慣 這是我要面對的責任 坦白講用我個人的名字買的話 監督的力道更大 因為你除非不選 你只要一選舉就需要財產申報 反而被看到 那你還講說這個我們財產有增加多少 這個是這樣 你如果要比照那個選舉前財產申報 要再做一次也沒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 反正選舉就是選舉 在選舉前已經有申報過財產 選後就只有增加這個 還有其他的嗎 沒有啊